我身后就是这几天找起大火的翘牌公司的炼油厂 那么整个这边区域位于休斯顿东部靠近入海口 整个区域非常大的一片地区都是炼油厂以及各类化工类的工厂 那么刚刚我们在这家炼油厂的入口处与工作人员沟通了解到 尽管翘牌公司在当地时间周一发布声明表示 炼油厂的明火是在上周日的夜里已经被扑灭 但是这名员工表示炼油厂有0到2、3级的这样一个紧急级别 目前炼油厂仍然处于二级也就是最高级的这样一个紧急状态之下 那么由于着火此前已经有几千名的员工停工撤离 那么在员工向上级汇报之后 我们很快就被告知不允许在这个炼油厂的区域来进行拍摄 在炼油厂门口短暂停留期间 记者看到少数工业检测人员从厂区走出 而进行维护作业的车辆进出厂区需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这家位于休斯顿东部的炼油厂 5号开始出现火势 在6号时火势一度被控制 但到了7号又再次起火 在此期间 炼油厂用来灭火大量废水 无法渗入地下 被直接排放到附近的休斯恩航道中 目前 德州环境质量监测局开始采集航道中的水样 检测是否受到污染 过去5年 这家炼油厂曾受到多项违规指控 并面临高额罚款 炼油厂用来